各位同學好 我們今天進入第五章週期運動 在我們前面學過了直線運動、平面運動 平面運動我們學過水平拋射、斜向拋射 生活中還有一種長線的運動就是轉動 像我們的電風扇或是說汽機車的輪子都是屬於轉動 甚至是像地球的自轉或是月球到地球的轉動 這也都是屬於轉動 有一些轉動是複雜的 例如說越轉越快或是橢圓軌道運動 我們先從最簡單的開始認識 最簡單的就是轉速不變 沒有越轉越快、沒有越轉越慢 這叫做等速圓周運動 它是快慢不變,但不是方向不變 方向不變的話,就走直線不會繞圓 所以它有改變方向 所以它並不是等速度,而是等速率的圓周運動 那我們如何去描述它的轉速呢? 它轉動的快慢,我們可以用 我們可以用角速度來描述 那這裡有一個圓,半徑是R 它物體先在A點 過一段時間它轉到了B 那圓心角走了U塔、C塔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用 弧長、底上半徑來代表這個圓心角 弧度就是弧長、底上半徑 這個是我們物體常用的一個描述角度的方式 好處就是它不需要單位 因為補長單位是長度 它半徑的單位補長是長度、半徑也是長度 它比一下長度就不見了 但是卻可以表達它的所對應到的圓心角 好,然後呢 我們先認識一下圓周運動它的速度 它速度一開始 A點速度沿著切線 那轉到B速度又沿著切線 就像是雨傘上的水珠 雨傘上的水珠 它會沿著一瞬間的速度方向沿著切線 好,那麼我們剛剛說如何去表達轉動的快慢 角速度 那角速度就是每一秒轉的角度 可是我們現在用弧度來表示 所以角速度的定義就是 就是角位移 這個角位移就是我們的圓心角 那它的代號呢 就可以寫成 Om 然後 角位移的時間 就像位移的時間是速度 那角位移的時間就是角速度 那它的單位 角位移的單位是 弧度 它時間是秒 所以角速度的單位就是每秒多少弧度 那今天呢 角速度的表示是這樣 在我們這個等速率圓周移動的情況呢 它的角速度的 大小是固定的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一整圈的情況 來 來代表它的小速度 怎麼意思 就是用一整圈的 角位移 去除上一整圈所花的時間 繞一整圈 弧場 2πr 除以半徑 一圈的弧度是2π 除上半徑 除上時間 繞一圈的時間 這個p叫做 周期 周期 那周期的導數就是頻率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這裡寫成 2πr 這就是我們的 角速度的公式 代表它轉的快慢 那麼 它跟我們熟悉的速度有什麼 換算的關係嗎 其實有的 接下來我們討論一下 它與速度的關係 那我們熟悉的速度就是 這個切線速度嘛 那這個切線速度是 其實是順時速度 因為它每一瞬間方向都改變 所以我們討論順時會比較有意義 每一瞬間方向都變了 那順時速度的大小 會跟順時速度一樣 會跟順時速度一樣 因為路進場 和位移在順時的情況一樣長 那 今天我們一樣是等速度的情況呢 就會有 容易 以理解的表達方式 如果是等速度的情況 每一瞬間的速度就是跟平均速度一樣 所以這裡可以寫這樣 等於平均速度 那平均速度 我們就可以像剛剛的這個 角速度一樣 我們用整圈的 圓周長 路進場 去除上周期一圈的時間 路進場 一圈二拍R 除以周期 大T 這就是 等速圓周運動的速度公式 速度大小是這樣 速度方向零的切線 那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裡出現了T分之二拍 那我們的角速度就是T分之二拍 所以這邊其實就可以替換 把它替換成 轉速圓周運動的速度 就是 二 就是二拍R 除以周期 那就是 R Omega 就等於是把T分之二拍換成 Omega 這也是值得記起來的公式 那這個公式可以有一些延伸 那就是 當 我們的Omega 箱口的時候 那半徑大 V就會大 就像是旋轉木馬 旋轉木馬越外一圈 他繞一圈 走的路徑越遠 那旋轉木馬 越靠近中間 繞一圈走的路徑越少 可是他們都是一起繞一圈 都是一起繞一圈 所以 越邊邊的 速度會越快 就好像 另外一個例子 地球一圈24小時 那在接近 南北極的人 他這樣轉一圈24小時 可是在赤道上的人 他24小時走了4萬公里 那他的速度會很快 就可以從這個式子看出來 好 那這個就是速度和角速度的關係 那我們更想知道的是 怎麼樣的受力 數學 力量 怎麼樣的力 它可以造成整支圓周運動 那講到力呢 我們就會考慮加速度 因為牛頓的第二運動定律 力會造成加速度 所以我們來找一下 透過速度變化 來找加速度 先看速度的變化 那我們取這兩個V1V2的向量 把它移過來 這個是V1 這個是V2 那V1V2 我們把它頭相連 行臉相連 那我們前面選的向量相減 就是從後來的向量尾巴 從原來的尾巴指向後來的尾巴 這一段就是我們要的速度變化 那麼 從這張圖其實是可以找出它的方向 我們先找它的方向 這個V1V2的夾角是多少呢 可以看這張圖 原本的V1向上 然後 後來變V2 所以它的角其實就是 這個角 這個角其實也是 牛頓和Sita 跟這裡一樣 因為這裡是直角的關係 這裡是直角 我們所指的這個角 我們所指的這個角就是 90-Sita 所以對面就是Sita 所以 V2按V1 這裡就是夾Sita V1 V2 其實在這個 等歲月中運動的情況 它的 大小一樣 它的快慢一樣 所以 我們就讓它都等V 這時候 這個其實是一個等央三角形 我們再把上面的這個地方 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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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徑 再把這兩個角稱為 恢徑 恢徑 接下來就來討論一下 它的方向 這個速度變化的方向 首先 它的速度是不是一直往上 到b 才突然轉過來 應該不是啦 它是每一分每一秒 都轉一點點 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個時刻都轉一點點 一直變化過去的 所以我們找長時間的速度變化 其實意義不大 我們要找的是順時的 所以我們讓時間去近於0 時間去近於0 它其實只有轉一點點 轉一點點的時候 角度也會去近於0 可是如果這個角轉一點點的話 上面的這兩個翻譯就會很像90度 就會很接近90 這什麼意思 這意思就是說 橘色的這一段速度變化 會幾乎垂直速度 它速度變化就跟加速度是同方向的 所以這樣我們得到的 加速度的方向 跟速度變化平行 可是速度變化又跟速度垂直 這告訴我們一件事 就是加速度的方向沿著 沿著法線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我們的速度是沿切線 速度是沿切線 那跟切線垂直 速度跟速度變化幾乎垂直 那跟切線垂直 在圓周上就是 髮線 就是髮線 那圓周運動的髮線 一定會通過圓心 一個圓上面的切線 跟切線垂直的髮線 一定會通過圓心 所以這時候 加速度會沿著髮線通過圓心 那這樣一個指向圓心的加速度 我們稱之 向心加速度 這就是加速度的方向 它會沿著髮線 指向圓心 那接下來是討論 加速度的大小 那計程剛剛所說的 我們要討論的是順時的速度變化 那順時的情況下 角度是非常小的 那我們這裡做一點輔助線 把這裡畫個輔助出來 然後給它一些編號 C Z E 這個 角度很小的時候呢 就會發生一件事 這個 這個豬1弧啊 就會等於 幾乎等於 豬1弦 豬1弧是我們紅色畫出來的 豬1弦是我們橘色畫出來的 那 就分別代表呢 弧長可以用半徑乘上角度來表示 所以這裡可以寫 V乘上角位移 然後 就會等於 這個橘色的 就是我們的速度變化 找到它的數學關係了 那接著呢 我們的 我們的 加速度 順時的 我們只看它的大小 去掉相應符號 加速度的定義就是 速度變化 對時間平均 可是這時候我們的 速度變化 速度變化 就可以用前面的這個 替換掉 所以它就可以寫成 就可以寫成 這樣子 然後 V 然後乘上 它 角位移去處理時間 這邊是不是出現了這個 角位移處理時間 那角位移處理時間 就是什麼呢 就是 歐美加 就是歐美加 所以 這邊 就出現歐美加 所以最後呢 我們的 向心加速度 就會寫成 V 歐美加 那為什麼順時的 可以寫成 把這個 力民特去掉 因為它是等速率 所以時時刻刻的角速度都一樣 我們會給它加一個C 這個C就是向心的意思 最後這個就是我們的向心加速度公式 我們可以把它做一些連鎖 然後產生不同的形式 適用於不同的螢幕 例如說我們把ω寫成r分之v 根據第二個框框 我們可以把ω寫成r分之v 那這麼一來呢 它就會變化為r分之v0 那也可以不要把ω換掉 也可以把v換掉 換成了rω 再乘以ω 所以就變成了 rω 這也是一個 向心加速度的表達方式 那最後還可以再把ω給t分之vp 替換ω 最後又可以寫成r t分之vp r 最後一個連鎖公式 就是t分之vp p分之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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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所以最後呢 向心力也是寫fc c代表向心 就是物體質量乘上 向心加速度 那我們今天的整數元宗運動呢 先介紹到這邊 謝謝各位同學